各位好,我们来看关于牛顿第一运动定律的题目 随着历史的发展呢 什么情况,物体什么情况是有受力 什么情况是没有受力 在牛顿的时代他给出了定义 那他的定义就是如果物体受的合力为0 如果物体受的合力为0的话 他的运动状态就会是维持静止 或是等速度运动 那所谓的等速度运动是 他的运动快慢也不变 方向也固定 那所以他会是走直线的 那所以这几个选项中哪一个哪些才会是直线的等速度运动呢 首先A选项当然是对的 因为他是静止合力为0 他是静止状态,这没有问题 那B选项也是对的 那接下来C租1 他就是有快慢的改变或是方向的改变 所以C租1都不是等速度运动 所以当物体所受的合力为0 在牛顿的时代 他就给出了定义 就是所谓的合力为0 那就是会对应到物体呈现静止的状态或是等速度的状态 好,谢谢